上赛季的雷霆队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,他们在季后赛中的战绩很不理想,球队在季后赛首轮比赛中一轮游,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。 这支豪华的球队在核心大将威斯布鲁克的带领下,他们始终没有形成良好的化学反应,球队的主教练多诺万也没有找出适合球队的战术体系,他任由雷霆队的核心大将威斯布鲁克各种单打和无脑的刷数据,球队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雷霆队在季后赛中手轮游了,他们也成为了联盟的一个笑话。 对于雷霆队这样的成绩,雷霆队的核心大将威斯布鲁克,绝对要为此负责。 说起威斯布鲁克,这位球员上赛季又拿到了场军三双的数据,这是他连续第二个赛季拿下场军三双的数据,这的确是伟大的成就。 但是,这位球员有着很明显的刷数据嫌疑,在雷霆队最后一场常规赛中,威斯布鲁克刷篮板的行为是很明显的。 不得不说,威斯布鲁克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,毁掉了球队的整个赛季,这太让人失望了,希望下赛季他能够证明自己。 带领球队在季后赛中取得不错的战绩。 看看威斯布鲁克上赛季在雷霆队中的一些表现吧。 在雷霆队对阵爵士队的常规赛中,威斯布鲁克全场砍下34分加12篮板加14助攻的三双数据。 在雷霆队对阵独行侠队的比赛中,威斯布鲁克砍下38分加15篮板加11助攻的全面数据。 在雷霆队对阵活塞,队的比赛中,威斯布鲁克砍下31分加11篮板加13助攻的全面数据,等等其他的比赛。 威斯布鲁克的个人能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,他有问题的是处理比赛的方式,希望下赛季的他能够在这方面有所进步。 不然,雷霆队还是走不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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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